這是今天的影片 首先我想要講講 課堂上教務長介紹課程內容 或是與學生問答都用英文溝通 這堂IB哲學與實作正式推動雙語教育的課程之一 培養更多國際化師資 我們分別在大學部每一個系所 都要有一個EMI的課程架構18學分 那在碩士班 博士班 我們就也搭配了國際化 所以我們就開出那個Program taught in English 就是我們所謂的GPE課程 那一方面也運用這樣的一個Program去招收外籍聲 EMI課程在台灣已經有默默執行 而EMI指的就是在母語或第一語言非英語的國家 以英語作為主要使用語言教授學科課程 像是在台灣 日本 韓國等等國家 而台灣在兩年前也開辦第一階段大專雙語學習計畫 大專院校的雙語學習計畫 第一階段有台大 清大 以及台師大等等四校 第二階段還要增加了政大 清大 還有台科大 而第二階段學習主要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課程來提升學生的英文能力 而目前上市在政大已經有開了超過700門的全英語課程 而且加上政大的外籍聲非常多 所以在課堂中有外籍聲以及本土學生也可以增加自然雙語的互動性 雙語計畫第一階段 教育部每年補助5.8億元 第二階段補助學校大約7.7億元 年增進2億元的補助經費 在重點培育學校中 2024年需要至少有25%的大二學生 英語能力在聽說讀寫達到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B2以上 同時至少有20%的大二學生與朔一學生當年所修的學分中 20%都是全英語課程 要推動全英文課程恒大的助力就是來自於外籍聲 可以激起碾於效應 將中文母語的學生自然融入雙語應用 但相對全英文的課程也得多或是更多元 才能吸引外籍聲就讀 不過也要兼顧本地學生的選課意願 而更要有足夠的師資 老師的這個終點的佳記 如果是上那個EMI的這個課程 那老師的終點呢可以佳記1.5倍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有很多的機制 鼓勵學生來修課過去兩年 我們的課程開課數已經成長了有50% 主要有800多位老師 那有四分之一的老師都已經獲得增長 EMI的課程的比例不斷在提高 比如說大學部從不到10% 慢慢再接近12% 13%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比較有野心的挑戰是15% 所以它這個趨勢是在成長的 我們正在有60%的老師是在英語系的國家完成學位的 所以我們說它的potential是很大的 但事實上開的老師事實上到現在 有開過EMI課程的老師但是占了 所以老師這個potential也在慢慢增加 反觀鄰近國家新加坡則是深根已久 根據新加坡教育部2009年 小一華族學生家庭常用語調查 英語使用率在30年來不斷上升 2004年超越華語 在2009年達到60% 現在大學教育裡全是英文教學 加坡是一個小島它必須要與全世界同時的 同時不間斷的接軌 所以英文變成他們的指定官方教學語言 雖然他們的國家語言官方語言還是馬來文 它也不是說一剛開始就做得非常好 它也是有這種急迫性 它發現說大家需要溝通 然後大家需要有跟連結到他們原本的文化 所以才會有推出這樣第二語言的政策出來 新加坡雙語教育歷經變革 近年又開始尋求華語危機的解方 而我們台灣大專雙語計劃剛起步 竹力放在頂尖學校 要如何擴及到中後段的大專院校 對師資以及學生接受程度 仍有不少考驗 TVB新聞陳如涵立委華 劉一鈞台北採訪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完成 beads surface 以上 非常מע稿